经过去年的大跌史后,投资者普遍更谨慎,况且美国今年很大机会加息,不少投资者逐渐倾向买入一些相对稳健的收息股。 晋遇环球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经理兼高级投资分析师王子新推荐领展00823,认为是今年上升潜力最高的收息股之一。领展股价去年低沉,去年9月底更一度低见61.504元。 及后回弹。股价至今已由低位回升超过10%。近期走势更明显性过大市。王子新表示,领展目前的主业为投资房地产。 物业组合包括香港及海外物业。业务受惠于香港经济前景转好。今年收入有望稳步增长。加上股息率接近4.5%。 预料今年估值有一定收复空间。摩通发表研究报告指出,疫情爆发以来,领展管理曾坚持完成业务目标,因而令投资者对其恢复信心。领展业务持续改善。加上每年有2%至3%的自然增长率。有望推动整体业务年增长达9%至10%。 另外,位于深圳的领展中心预计年底完成翻新改造。预料内地零售组合的租金及出租率有所提高。 而且领展去年派中期息教市场预期高。顾摩通维持对其增持评级。目标价87元。 花旗研究报告也认为。领展租户销售以从疫情中完全复苏。 加上收购的增长。预期2021-2024年每单位分派的年复合增长率可达到6%。 从新期买入评级及市资为行业首选。目标价由84元上调至89.8元。 应该都是能领复射约定的地方的算计。 …… 。 感谢观看